嗨,大家好,好长时间不见了 然后 也有太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然后今天准备去一趟北京 然后今天是3月5日 正好是这个两会开始的时候 然后现在因为去进京嘛 所以说现在安检是比较严的 然后在火车站门口有一次安检 然后所有进京车 在第二次还有一次第二次的安检 现在安保还是比较严格的 给各位看一下 所有进京车都是在这儿进行第二次的安检 然后安检还是比较严格的 然后安保人员也比较多 然后你所有的这些手机啊 还有这个钥匙啊什么的 兜里面装的这些东西都套出来看一下 现在两会期间还是比较严格的 所有进京车辆都是在这三个检票口 还有这个 我今天就在这个检票口 检票 走了 来 检票 变成包 我今天开始检票 检票了 检票了 便往后说 下转还会请在安全 排线内行走 下转还会请在安全排线内行走 下转推荐 现在沈阳的温度是零上一度 然后穿个超薄的羽绒服 稍微有一点点阴冷 但是现在如果要是到了北京的话 肯定会好一点 因为北京的话 现在应该是比沈阳能高个四度左右 四五度 穿这正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等会儿车吧 马上车就要来了 来了来了 准备上车了 还好人不太多 准备上车 上车了 上车了 开车了 出发 好人不太多 好人不太多 经过三小时 高铁终于到北京朝阳站了 现在大部分东北的高铁 都是在朝阳站停 说实话朝阳站不是特别方便的 没有地铁 现在只能坐公交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出站 准备出站了 这出站还得按键 准备按键 按键完了 然后前面还得查身份证 最近这个按键真是太阳光了 准备验身份证 身份证验完了 在准备出站了 顺利出站 然后我们都去坐公交 哎呀终于 思虑出站了 然后两回期间的话 确实是安保特别严格 坐货车从沈阳坐到北京的话 近站就需要两次按键 然后在坐货车的途中 检查了一次身份证 然后所有的板又打开了一次 然后两次按键 然后等着出来出站的时候 还有一次按键 然后一次查身份证 不容易 以后就是尽量不在两回期间来北京 太难了 然后现在我们出站 去坐公交 今天跟朋友约好了 去一起吃个饭 然后现在就去坐公交了 床游站这个就是不方便的点 就是在这没有地铁 不像其他的什么北京站 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这些 都有地铁了 这床游站现在一直还不从地铁 只能是公交 前面上了电梯了 我们就可以坐公交了 工庄场坐砖194 然后就到了 公交其实还算方便 就是等车的人比较多 然后我这次坐砖194 好像还好一点 看看人多不多 可以 人不是很多 前面第一个就是砖194 好了就在这等车 马上就到旅店了 前面呢 后面要一拐 就到旅店了 折腾了好长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 也不能说晚上了 下午五点了 准备拜入住了 镜头一转 咱就入住了 这就是今天入住酒店 这是我们公司在 北京的一个协议酒店 然后就像一个小公寓一样 然后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厨房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洗手盆 然后这是可以做点饭什么的 但基本上一般人不会做的 然后这个这有洗衣机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然后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桌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冰箱 整个房间不大 但是怎么说呢 在北京的话 也还算可以吧 然后床这边过来 这就是上下两个床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 要不然设计一个大的 或者是设计 设计了以上以下两个床 这个挺别致啊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小衣柜 嗯就这么大 这儿送了两瓶水 然后喝瓶水吧 今天一天都没有喝水了 喝完水以后工作一会吧 今天一天的话 整个这个时间都浪费在赶路上面的 然后干点活儿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